很多朋友一想到工作饭局就会感觉头疼,因为这种饭局上往往都要频繁地敬酒,喝酒。 但是又有很多朋友不胜酒力,甚至根本不会喝酒,这时候不喝,感觉自己不合群,怕得罪人,喝吧,自己难受还伤身体。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,如何在工作饭局上更加体面地晚去喝酒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饭局之前找好同盟,如果你不想喝酒,却又不得不参加这个饭局,而且饭局上恰好还有外人在场,为了以防万一,你要在饭局之前。 找好自己的同盟,在遭遇劝酒时,最尴尬的情况就是面对群体的压力,张三说,你就喝点呗,彼此说,你看我们都喝了,就你不喝。 王二马子说,领导都举杯了,你还等啥呢? 在这种情况下,想要解决来自众人的压力,一个旁观者出来说句公道话,那就是必不可少的了。 在复宴之前,找一个同样在酒桌上,而且比较靠谱的人,先跟他恳切地说明, 这个局我必须去,但今天真的喝不了酒,要是一会我被架上去下不来了,你可得帮我一把。 多数情况下,对方都会欣然答应,毕竟这是卖点你一个人情的大好机会, 不过,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,帮你解围的人,最好选择你的平级或上级, 因为,酒桌上下级帮上级挡酒,难免会让劝酒的人产生你在炫耀权力的怀疑, 这可能会激起他的逆反心理。 以柔克刚,面带笑容俱酒。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,厚黑学强调,始终面带笑容的人往往是最难对付的, 于是有人以笑面虎称之,在饭局中,如果你留意观察的话, 就会发现,那些善于聚酒又能让对方无话可说的人, 也从不会给人甩脸色,板着面孔去聚酒, 而是不管对方怎样劝,都摆出一副笑咪咪的表情来拒绝, 而且说的都是很好听的话,让对方没有可乘之机。 比如,杨某为了庆祝乔迁之喜,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参加饭局, 黎某也在齐恋,在饭局上,杨某频频敬酒, 黎某酒量不深,没一会就顶不住了。 所以,在杨某再次举杯劝酒时,他连忙起身, 一个劲地伴着笑脸,说着好听的原场话, 酒不再多,喝好就行,咱们经常见面, 有的是机会,不必客气,你看我已经喝得满面红光了。 这全是托你的福,现在的确倒亮了, 这一番聚酒之词带着笑容说出来, 让杨某只能徒乎奈何。 动之以情,用情聚酒。 以情聚酒,一般发生在酒厂的中后期, 在酒宴的高潮中,杯杯酒, 要申请你想推都推不掉, 这种聚酒想要不伤感情的就不喝了, 还不影响气氛,是十分困难的。 这时候建议你用以情聚酒的方法, 回答敬酒词,应该尊重对方, 给足面子,同样以真情换之,以情底情。 给大家一个回敬词, 某总,我真想跟你引进谦卑, 融进万般感情, 谦卑酒如果用感情来衡量。 只能越少人能记住, 如果我喝醉了, 可能连刚刚结识的朋友都忘了, 那怎么能算是记下这深厚友情呢? 对深厚的朋友只需微醉, 对对手才品酒量, 只要咱们感情深, 以茶代酒同样能喝出感情, 来,干杯。 后发之人, 反手为公聚酒。 用反手为公的厚黑技巧来聚酒, 就是说先不动声色, 静听对方之言, 四季从中寻找突破口, 使对方的敬酒之词不成立, 且无法争辩, 就能从容俱酒。 不过, 这一技巧主要是针对那些恶意劝求者。 比如, 赵某新婚大喜, 当饭局进入高潮时, 王某喝得四醉非醉, 很唐突地邀请两位上座的来宾, 一起吹一瓶, 这显然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无理请求。 两位来宾中一人诗诗然站起, 说道, 我想先请教一个问题, 三人行, 必有我诗, 这句话是孔圣人说的吧? 王某答道, 是的, 来宾见其倚入自己的圈套, 于是接着说道, 既然是圣人说的, 而你又提议要和我们两人一起喝, 那你就是我们的老师, 请你先向我们做好示范, 先吹上两瓶, 如何? 面对这反手为公的一击, 王某无言以对, 束手无策。 只好放弃劝酒, 这位来宾的聚酒之术, 妙就妙在不动声色, 先静听其言, 然后提出问题, 补下圈套, 请君入瓮, 然后后发制人, 反歌一击, 让对方无话可说。 领导强劝, 小喝一点, 装醉装兔。 有的时候, 领导会强劝员工喝酒, 可能是领导喝得太多, 分不清东南西北了, 这个时候身为员工必须要喝酒, 不能再拒绝了, 少喝一点可以, 但也不要舔一口就完事, 至少可以看到杯子里的酒明显减少了, 要是领导坚持要员工喝到底, 这个时候可以把酒含在嘴里, 然后假装咳嗽, 把酒吐在纸巾上, 或者装吐去厕所把酒倒掉, 记住要多往厕所跑, 这样可以减少领导敬酒的机会, 回来后多说些赞美的话, 要是你实在不能喝酒, 就跟领导说明情况, 毕竟健康才是第一位, 如果领导太过分, 就找个理由早点离开, 或者跑出去接电话, 在外面待九点再回去, 领导说不喝就是不给面子, 如何高情商聚酒, 牢记这点, 难以拒绝, 主动示弱, 当然, 每次饭局想要百分之百的聚酒, 是不太现实的, 有的时候, 尤其是客户在场, 大领导在场的时候, 你不喝点, 就真的太不给面子了, 在职场也不好混下去了, 这个时候, 你可以主动示弱, 我们需要了解酒徒的意图, 不是酒的原则, 也就是说, 当一个人强迫你喝酒时, 并不是一定要你喝了这杯酒, 而是要展示自己的权威, 此时, 你只需要遵循他的意愿即可, 可以立刻服软, 展示自己的弱小, 体现其高大的形象和身份, 例如称之为大哥, 自称为小弟等等, 再或者给他面子, 喝一点点, 然后装出非常难受的样子, 表示自己真的不行, 要不是他敬酒都不会喝的, 让其感受到一定的操纵感, 不喝酒, 那就做好服务, 严格来说, 工作宴请, 其实也是工作中的一部分, 你既然到场, 那就证明有你非来不可的理由, 大家都喝酒了, 但你自己没喝, 那你其实已经输了一阵, 这时候, 你就需要在其他地方表现得积极一些, 以扳回局面, 比如, 端茶倒水, 催促上菜, 照顾那些喝多了的人, 以及负责把大家安全送回家什么的, 因为大家都喝了酒, 有时候更需要一个人来照顾大家, 如果你能够担当好这个职责, 那么你在酒桌上, 同样也能获得他人的认可, 你的领导前一晚跟客户喝断了片,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, 发现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家的床上, 身边的东西一样没丢, 到了公司一打听, 昨天是你挨个安排, 把所有人都送回了家, 饭费已经支付, 发票送到了财物, 当你的领导知道你是一个心思缜密, 办事周全的人时, 喝不喝酒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, 所以既然不喝酒, 那就做好服务, 你服务得越积极, 越热情, 别人也就越不好意思继续向你劝酒, 酒桌文化, 是我个人非常反感的一种文化, 既伤身体, 又没法好好谈事情, 不过有时我们身边的环境就是如此, 因此不得不做出妥协, 可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, 我倒是建议大家能够更主动地对这种陋习说, 不, 真等到哪一天, 大家只会与三无好友畅饮畅谈, 而无需再去应对饭桌上的软硬胁迫时, 此篇文章就算是再无任何用途, 也能让我颇感值得了,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,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